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全球最关切的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成为事实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电视演说宣布了 会进行特别军事行动 在他说完之后 乌克兰边境的城市就传出了炮弹声 其中最显明的是CNN 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的记者 在首都基辅的市中心做连线 就听到了首都传出爆炸声 炮声声响 而当地的国际机场和军事基地 都已经遭到俄罗斯空军空袭 俄军可以说是从陆空双面夹击 在陆路上面从北边 东边 南边三面入侵 使得乌克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布全国戒严 要民众保持冷静 但是很难 乌东的民众已经出现了逃难潮 民众挤进地铁躲避空袭 公路所有西向的车道全部塞爆 因为东部现在是第一个火力最强的战线 俄罗斯发动攻击之后 西方领袖纷纷谴责 周二才颁布制裁令的美国总统拜登 他将跟G7工业国的领袖赶快商讨 很可能在台北时间周五会看到美国再祭出第二波全民性的制裁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市中心CNN记者正在饭店屋顶进行连线报道 四周突然响起连续的炮弹声 CNN记者表示他已经在基辅戴了好几个星期 这是第一次听到炮弹声 他也慌忙的穿上防弹背心 俄罗斯意图入侵乌克兰 经过几个月的猜测和预警终于还是成为事实 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周四早上六点 在电视演说中宣布要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 普京没有说明特别军事行动的内容 不过以后乌克兰几个边境城市就传出炮弹声 机府也拉起空袭警报 当地的国际机场遭到俄军空袭 几个星期前 俄军大规模进驻白俄罗斯 声称是要进行联合军演 结果不出美国所料 俄罗斯是为了攻打机府做准备 俄国的坦克车周四越过白俄罗斯的边界 进入乌克兰 与此同时 另一批俄军也从克里米亚越界入侵 乌克兰南部边境也被突破 俄军进入沿黑海城市奥德萨 乌克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限制后备军人的行动 稍后总统泽伦斯基又下达戒严令 他也在脸书影片中要民众保持冷静 俄军目前正从北东南三方面进行攻击 完全符合美国之前的入侵推演 俄国政府表示俄国的地面部队 没有遭到乌国边境的警察拦阻 乌克兰的空中战力也被压制 俄军在南部的飞弹攻击 已经造成人员伤亡 俄军发动攻击后 乌克兰各地出现逃难潮 东部城市和首都基辅的居民 纷纷挤进地铁站 躲避俄军的空袭 公路也出现大塞车 尤其是西向的车道被塞爆 民众都想远离东部战线 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紧急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要求国际社会共同谴责俄罗斯 白宫稍后也发表声明 痛批俄罗斯的入侵 缺乏正当性 俄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拜登也表示 美国和盟友将对俄罗斯 祭出全面性的制裁 他与G7领袖通话后 就会宣布进一步的内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也ção